受到疫情影響停办 好不容易终于重启 堪称最棒的暑假回忆就在这 宜兰童万节标榜 儿童童万为主题的大型活动 结果近期却出现这张 童万节特别气化 不仅有穿着清凉比基尼的夏日女神 还有酷炫超跑 更把吉祥物就跟比基尼女孩摆在一块 海报一曝光 不少人都看傻眼 这真的是童万节吗 因为确实上头还有官方logo 一看就让人误以为是主办单位 为了充人气所举办的 立刻引来批评 甚至有议员参选人到场举白布条抗议 有民众觉得无伤大牙 但也有人认为童万节找来清凉比基尼辣妹 好像真的有点太过火辣 毕竟这里属于儿童的游乐场所 车队他们因为要进来车聚 他们自己揪团 那透过这个公安公司 他们想要就是说办一些节目 让他们在玩的时候可以比较有内容 县府澄清也请主办单位立刻下架 虽然之前也有许多网红会到园区直播 跟游客互动 在不影响其他人的前提下 不盈利都不会进行干涉 但这回像变成辣妹车展 也难怪引发家长门炸国 TVB的新闻 简单程歇论 宜兰采访采访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